投資長 今天真的是悲喜交加的一天啊 雖然你的股票都還不錯 但是聽說你今天為大家創造一首 欸 關於今天盤世的歌曲 欸對 就叫悲喜交加的一天 來 Music Fun 紅海巷的紅泉也搭上 沉大風的太陽中 起胸陽光滑滑 通通都噴大腔噴出 我身是藩術 小四零一千七百億進出 一千七百億進出 寒濤的轉移軍光 通通都來的神機拉回怎麼辦 投信到底有沒有滿 一千七百億到底有沒有進場 神機拉回怎麼辦 今天看起來投信買超258億 外資賣超257億 怎麼這麼剛好 怎麼會這樣 還有到底明年九十成分股 明年到底會何去何從 什麼時候止跌 紅海還未漲到什麼時候 所有標股通通在金融化金 你一定要看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3月28號台股下跌53點 收在20146點 美股逢低買盤湧現 再加上美債值率率走低 美股指數集體走高 標普則是創下歷史新高 台股則是連6天站在2萬點之上 但是重電設備股今天拉回 台積電表現低迷 不過紅海股價持續大漲 創下歷史新高 集團上廣的概念股 像是廣宇、洪准、華漢、以盛等 今天皆有表現 後續盤視解析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洋獎中的廠場爆滿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好 投資長今年呢 真的就是照著你這個四個字 降回波再走的趨勢 真的波動好大喔 真的波動太大了啦 先殺後拉 盤中是下殺 157點又往上拉欸 對啊 而且今天剛好是您說的 附魔台結算日 這個要怎麼看呢 噢本啊 好像有壓低嘛 殺了100多點嘛 後來有拉起來 尾盤要殺下去的 可是已經相對看跌了 因為看起來好像 一步要一路下跌 甚至要跌破2萬點的感覺 所以台灣股市還是有一個莫名的力道 在資深它 應該說 無形的力道啦 就資深它 因為其實台灣股市還是要突破2萬1 2萬2的好不好 昨天不是我外資已經看今年2萬2了嗎 嗯 不是跟我說的一樣嗎 嗯 我說台股有賣現2萬5 然後我說2萬5太 太多了 嗯 可是我說2萬1 2萬2的不是不可能喔 你看 這個就講在前面了 喔 這個就台股的趨勢是這樣子 富人模台結算是這樣子 那當然幸好 今天有這個嘛對不對 喔 發財力啦 發財力嘛 我今天等一下想清楚看怎麼送給大家電子檔的 部分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好不好 那我也知道今天其實大家很難過啦 比如說 想要說欸 怎麼這個豆腐金船現在不行了 我覺得股票 其實你不論操作股票或ETF 你不能看那麼短 看那麼短的話 那你沒有適合你的操作的東西了 你可能就只能真的放定存了好不好 太短了 我跟你講這個心態的一個調整 心態調整才能賺錢 好你繼續說來 今天大家心情就是一則洗一則優啦 我先講開心的事情就是我們的小紅海化漢 今天跟著紅海一起創新高了 因為呢 之前投資長就告訴我們說 雨區追紅海不如看小紅海 現在真的喔 整個紅海集團都發動了 另外還有星雲也是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獲利已經60%囉 但是呢 我們看一下00940的十大成分股群光是繼續漲 不過呢神機中美金卻開屏走低 連漢堂都油紅翻黑了 投資長啊 這個投信不是說好要買00940的成分股嗎 已經剩下一天了 他到底有沒有進場啊 其實我先跟大家講三個謠言啦 三個謠言完以後再解大盤 有些謠言就是說 第一個 他說會不會不進場 一定會進場 有沒有說 比如說還翻開那個公開說明書 那種就是申購公開說明書 就00940嘛 像多人豆腐金團啊 然後00940這個 打開公開說明書上面有寫著說 哎呀這個 這個比如說比例嘛 比如說我們這個比例嘛 要買多少 要買多少比例 這是僅供參考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好 權重嘛 對對權重 這比重 比如說要買多少張啊 要換算金額多少啊 這些金額比例啊 是僅供參考 那當然那個僅供參考 比如說那產總好像9% 9%多 快10% 那這個比例僅供參考 就是說那會不會 然後說這些都僅供參考 股票僅供參考 的確 僅供參考 那當然他們相關的發行人 好像是原大的副總 還是總經營等級的 然後他其實也說什麼 也說這個很難難大家吃豆腐 很多人覺得說 會不會比重減少 這個比重減少可能會 可是你說減太多 我跟你講啊 那到時候一定很多人去刊議啊 你聽你們的這種 不用嘴嘴特別叫你們去刊議 不刊議 很多人現在刊議 你想刊議就刊議 可是不要扯到嘴嘴 對對對 是跟大家講 那我會講就是說 這個一定很多人會去刊議 所以我認為原大不會做這個事情 940不會做這個事情 不可能說 我現在股票就寫這10檔 前10大成分股 然後結果到時候都不買 或者是 我覺得不只都不買 不太可能 10檔股票它還是會有 只是說比例調整 到底會比較少一點 差別再差這邊那邊 你知道嗎 或者是說 你說完全不進場 比如說規定買9成 他就買8成 我認為完全不會發生這件事情 你知道什麼嗎 大家等等眼睛去看 立委也在質詢 也在討論這些東西 你說940敢什麼 敢就是說完全不進場 因為規定你就是1752億 至少要進場9成嘛 我可能只進場7成啊 6成啊 最後再給它拉起來啊 我都不買股票啊 所以豆腐均團怎麼樣 潰不成均 大家想吃豆腐吃不到 吃不到 其實吃豆腐喔 是跟當然 我是叫你吃豆腐 我不叫你搶銀行 是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跟銀行貸款買這個 不是 搶銀行是 搶銀行的最高境界是什麼 是你搶的銀行 有沒有搶到 都要怎麼樣 都要落跑 沒錯吧 對 可是吃豆腐是吃不到呢 吃不到的話 你原本就是一個殘 就可以殘行投資 就算ETF豆腐吃不到 那殘行投資嘛 指著有沒有吃到 指著沒吃到啊 就是 指著沒吃到就算了 豆腐變豆花啦 我滿臉豆花啦 是不是 919是沒吃到 沒吃到 沒吃到啊 賠了90萬啊 美債反而賺600多萬了 可是美債我想再買啊 所以你看 我本來是不是 我是說我想再買美債 那我還在強調一件事 我在這邊帳面上 我就是頂多買到9000多萬 我不會再 我不會再買超過 因為 家訊 你知道嗎 緊箍咒 有 我變高三大 我變猴子了 那個緊箍咒 媽媽每天念我 我的年紀這麼大 說絕對不能炫富 所以我會在別的地方 跟大家講 不會在這個帳號 可能會買美債 這跟大家講 好不好 可是我 我會跟大家講 原因不是說我要宣布 而是 我講出來 我就會告訴你 我做的時候 我就盡量告訴你 可是我不會告訴你 到底我買了多少 因為我不想炫富 我怕到時候 可能 有些可能 可能別家的營業員 郭總委他在別家 買別的ETF 怎麼不告訴我 我不告訴你原因 是因為 我不想炫富 是前提 好不好 可是我原則上 我還是會買美債 這不用擔心 我們只買ETF 不能買股票 是不是 買股票你看看今天 是不是有很多人就說 哇神奇是不是 哲哲吃完豆腐 落跑了 也沒有 是不是 因為什麼 因為神奇哲哲還在 那今天為什麼跌 我有說過最大的買盤是什麼時候 除息 除息錢 除息完以後今天就賣壓了 賣壓以後豆腐均不成均 你們自己下自己 但你們自己下自己的時候 00940就算好 1000多以 他有怎麼樣 孤城無力可回天 但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是說 到時候變成 940有買盤 投信大買盤的時候 怎麼樣 外資剛好在賣這些股票 那你大家就覺得不高興嗎 為什麼外資剛好這個時間 等一下可以賣 你聽懂嗎 我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情 好不好 那我就不多說了 等事情發生再說 因為今天剛好投信買238 有沒有看到 外資賣237億 你看很多都會覺得 啊幹那麼剛好 是不是哲哲不想要發生的事情 好像發生了 這數字還蠻 這個剛好 你不覺得嗎 再看一次喔 投信買多少 238億 對 外資賣237億 哲哲是很不想要這個事情發生 不過明天外資 買股修飾 會不會有可能 外資就 好 那就回來了 照理說明天美股修飾 怎麼樣 買盤會比較不積極一點 你聽懂嗎 照理說最不積極會是禮拜一 因為它是禮拜五休市嘛 可是明天可能就會稍微休息一下 你聽懂嗎 照理說明天就會休息一下 所以明天如果 投信用大買超 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明天至少要買個 600億以上 到1000億以上 如果外資明天買600億呢 投信明天買600億呢 外資給你賣400億呢 那是不是我說的 為什麼剛好 等事情發生好了 我不要再講 只是現在有那種 除不及交我不要再講 好不好 我是覺得為什麼 都知道哪一天 是不是 我不要再講了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來 來 所以我只是覺得 賞戶 就盡量的 我能做到 就是我做到我該做的事情 好 好不好 我只希望不要 吃不到豆腐沒關係 反而是外資 吃大家的豆腐 吃90億豆腐 吃90億的豆腐 對 這樣不公平 好不好 我是跟大家講 你看 你不覺得今天這個金額真的 我看了搖頭啦 你懂我意思嗎 嗯 我看了搖頭啦 而且我不是時候要預告喔 不是 好不好 進來看喔 投信買 買了喔 買了 投信買多少 25000張 對 代表他真的有佈局了 你看投信今天沒買 是不是完全符合我說的 沒錯 除夕錢 除夕錢嘛 因為090一定要發股票 鼓勵嘛 因為發股票高股息 所以真的除夕錢 所以你看我抓得很準啊 我好多事都很準 只是有些話我真的 唉 怎麼出口 你知道嗎 愛在心口口難開 愛是阻礙的愛 對啊 長榮年墊兩萬多張 好 那如果今天長榮年墊 你看長榮走字 今天基本上沒漲嘛 沒錯吧 沒有錯吧 沒錯 好那如果今天長榮買兩萬多張 然後 我先講在前面喔 不要說我失誤話喔 長榮今天買兩萬多張 最後外資也賣兩萬多張呢 那很 為什麼外資可以吃我們豆腐 請你告訴我這件事 為什麼外資知道吃這個時間點 聯電 那如果聯電呢 聯電就算了 因為聯電他是第二名 可是聯電金額也多 可是聯電他有很多的外資成分存在 如果這兩個都是投信買 買兩萬多張 然後外資又賣一萬五千張 為什麼 你知道嗎 我是跟大家講 如果最後豆腐菌 潰不成菌的原因是因為 外資剛好都知道 我們剛好知道 投信什麼時候買 那為什麼 為什麼好不好 為什麼好不好 等等我不希望這發生的事情 好不好 我就不要再多說了 好不好 好 有時候太極佛也不好 來 所以我今天要為大家串作一種絲 好不好 絲 好不好 在絲的過程中 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這個絲 悲喜交加的一天 剛好怎麼樣 這個歌詞剛好怎麼樣 副謀台結算 再次上衝下洗 先殺一百六十點 再拉一百三十點 真的太大了 這個 來這個 怎麼辦 怎麼辦 來先跟他講 來 悲喜 字幕 悲喜交加的一天 無不 來我們來 等一下 music 一下 淡姐我要放大 我有點強迫症 太大不能太大 這太小 又笨太小 這樣就好了 隨便 我們來放一下音樂 3 2 1 4 1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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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可以这样选 这个用这个来解经的盘 够了吧 够了 好听的吗 因为昨天有人说我唱歌不好听 则就闭嘴了 如果又会唱歌 数学也好 逻辑也好 然后股票天天赚钱 那太不公平了 好不好 这很比较有感觉的吧 摩埃结算上升下期 先杀160点再拉130点 对 相对看铁嘛 是不是 那头信咱们有买 我已经告诉你头信有买 现在问题是 问题是外资为什么 就刚好可以到货给我们 你知道吗 我很不开心这一点 你知道吗 当然我不行 但我现在目前为止 我也不要再多讲 好不好 我只是跟大家讲 来我们看一下这些情况 来 因为现在只有头信的一个数据 只是今天会更明显 你听懂吗 让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今天买的张数 很明显的是怎么样 作战了嘛 对不对 头信作战 不是作战不是作战 很明显的 今天就是90点买盘的 我不能说一定 我只能说九成的 看那个张量就知道了 对不对 没有错 你听懂吗 2万多张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那时候说他要买几万张 9万1 对不对 然后年底要买10万张 所以照理说他可能前两天 之前就买5万张了 后两天可能要买什么 2万张 所以明天常有能定 应该还会买2万多张 好 你知道吗 我只不希望发生那种 头信买外资卖的一个想法 一个发生 好不好 一个情况发生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歌 来看一下 大家如果支持我这个AI创作 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讲 那我回到一个重点了 其实我选的股票 尽量有AI相关的 对不对 确实的 4,075人 能不能到 这一倍10元 6%就很好了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周斗危险了 实验 省机原因 大家明天会买吗 明天会买 我不知道 因为他有看起来 今天没有买的话 代表他真的买完了 那也如我所料的 可是真的买完了 他买盘进出完 我只问你一件事 ETF会不会主流 会 AI会不会主流 会 那就是他有远远不前的买盘 纸巾 AI是个主流 那就代表不是泡沫 不会泡沫 EPS就增加 EPS增加 大家从ETF赚到钱 他就持续买了 所以其实 谢金河 谢金河常常常讲一些东西 我会有没有消耗凡指标 消耗凡指标 其实他有些观点是对的 你不能做ETF 像做股票一样 那你做股票 像做奇卧单充一样 你懂吗 奇卧单充的人 大部分单充会赚钱的人 我跟你说真的 10万个人 看有没有出现一个人 那一个人里面 对不对 那100万个人 可能出现10个人 10万个人出现一个 100万个人只剩10个人 那100万个人 那10个人 9个人都有内线消息 知道中职务 知道大户 知道外资 这些投信 在做什么买什么 吃这些豆腐 你听懂吗 都是知道这些 所以基本上 你可能是百万中选一 你为什么要赌 你是百万中选一 就是你好好做ETF 做0050的 我旁边的亲戚邻居 如果10年前 有听我过这种话 你就是 你对了 我一对亲戚 他们又很胆小 又很保守 然后又想要天天自负 那其实这种情况下 你保守胆小 你就应该买台湾50就好了 你就买ETF 胆小保守的同时 你不能又怎么样 你不能又要 我要买一个最积极 我又想要赚快钱 这样是相违背的 对的 他讲的很好 150元的什么 150元台积的0050 是花20年的时间 我还记得2008年 2007年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跟我身边好多朋友讲 他都听到海啸 30几块 37块的台湾50 哇 好棒喔 你有想过台积电 点听板吗 我跟所有人讲 你知道我所有亲朋好友讲 那时候啦 可能真的 那时候人为延亲 人为延亲 刚出社会 nobody 大家不认识我 nobody nobody 噗啾 没有 不要 不要去唱歌 大家就我不要唱歌 好 扯远了 你知道我跟 一二十个亲戚讲 一个人都没有理我 也是那时候我觉得 那我不如当分析师 我干嘛 我跟你对你讲 我现在跟大家讲以后 大家很奇怪啊 我还是跟他们推荐台湾50 很多人有些人会照做 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过去就是不报名牌 你不够意思 可是我 我是有苦难言 其实很多事情 我看得很清楚 包含这一次 你看 就是这一次 你知道 你知道 九十几在干什么 你知道 投信在干什么 你知道今天可能买 他又变卖了 你知道你觉得 你又很捆惑 很confused 你懂吗 你懂吗 你觉得有些东西 我不想要 说得太仔细 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嘿啊 其实我跟大家 你听得懂 听得懂 听不懂 我不想要跟大家讲 可是 我只跟大家讲 我近期在 我只求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 我到这个地步 你看我今天没带表 为什么 我那表超贵的 可是你觉得 我买那表 我都告诉我自己 我买那表 不是为了让我开心 只是让我自己不要不开心 因为就是我觉得 到一个财富地位 你有时候还是要消费一点 不然你不知道 你人生目的什么 然后回馈社会 其实我希望是你们真的能在我身上学到一个正确的投资观念 他不可能我每天涨 你要看我每天涨 真的不要看我过这种前幕 你要看每天涨 拜托你去找摩尔其他的分析师 天涨停板 摩术师 他是可以找别人的 可是你要找实在的 你可以找我们摩尔的分析师 你可以找我 我没有办法每天跟你讲 你不能因为今天神机 拉杀个7%你就会不准了 我昨天就跟你讲 他买盘已经在什么 除息钱 除息钱啊 最大买盘在除息钱 可是除息后还是会拉 只是拉的过程不会那么快了 那越跌呢 殖利率越怎么样 越高啊 所以你在怕什么 所以是 我为什么每天要给AI创作 我问你一件事啊 如果AI创作 你觉得我会不会 如果他现在要跟我收钱 你觉得我会付钱 会 1000块也好 1万块也好 我都出 嗯 是不是 是 好不好 1000块 1万块也好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 我一切一切遇高钱 我不去示娃 不去码 好不好 很多事情 你久就知道我都看在眼里 比如说一个分析师 到底有没有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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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力出后 我也都看在眼里 只是我有时候不想点太明 你知道吗 我只希望 我一直不要再吃我们豆腐了 吃那明显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所以 一切一切遇高前面 那今天 怎么没有唱 有人说今天为什么没有唱 因为昨天有人嫌我难听 就不想唱 只能为你写诗 每天都会写诗 好不好 豆腐音乐室 这跟大家讲 好不好 父母台就是这个 这边写父母台结算 有没有这阅历 有没有写 很清楚啊 来那个 是要把那个三月份的那个 那个 刑事曆给我 哦 跟图片给我 三月份的 好不好 还是四月份 那我跟你讲 其实壮传奇还是会赚到钱 你不用担心 不论是940 还是919 还是929 壮传奇本来就会赚钱 你在怕什么 他怎么样的比进存好 其实今晚会有规定说 就是说 希望 就是希望很多网红 你知道他这样的最新规定 网红 以后要分析师 本来就应该有啊 分析师执照 要分析师执照啊 他们那些人说自己 多了解财经产品 然后你分析师都考不上 你倒是很相信吗 不相信 然后更夸张的是 你明明就在收货员 你明明就搞订阅 明明可以投资建议 还不来投赴公司上班 那更非法啊 很多网路上都会被检举啊 卖软体的搞订阅 你去找什么 订阅啊 然后分 投信投顾法规啊 一堆被罚 网路上可以查啊 你去搜寻他判决书 去司法院的网站里面搜寻 所以这则是坚持做合法的事情 你不要去找合法分析师 找合法投顾里面的合法分析师 那一样合法投顾里面的合法分析师 还是有人假骂我 所以如果我 因为我脸书很少用 我为什么这样用 我就是说脸书就是 就是很多诈骗嘛 很多 现金很骂很多 我早就知道他这家公司 很无良啊 我在讲OK吧 我就无良致死啊 因为为什么 我每次检举他都不理我 反而把我下架 所以我人数我现在才一两万而已啊 我之前好像七八万多少 万计的 所以我懒得去处理他 可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要加我脸书 七千人以上的 七千人以下 帮我通通检举掉好不好 检举掉啦 只要写郭总 搜寻再出来一二十个 全部都是反骂我 帮他全部检举掉 帮我按检举 做个好事情好不好 是的 有人说周董是会员 我看周董唱歌 这跟大家讲好不好 等待来 理由并不像歌 不能这样讲好不好 我们又不是真的出事了 好不好 来来 中文已经买完了吗 外资跟投信 你看刚刚好这些金额 真的还凑巧 所以明天会看得清楚 外资更清楚走向 因为明天外资不应该要大卖操 你懂吗 你这些问题是很好的问题 OK 成绩是940成分股之一 当然还有救啊 他越跌越有救 好不好 这频道猛 谢谢你现在认识我 看一下我直播人数 看一下看一下 4513的 有没有看到 有 是不是谁会笑到最后 我告诉你谁会笑到最后 好不好 结算日 被交集 鸿海集团笑 0940 919 豆腐集团哭 谁笑到最后 我告诉你谁笑到最后 好不好 很简单 撑最久的笑最后 听懂吗 撑久了 这跟大家讲 资源还能加码吗 资源我宁愿打底锅 他那个看起来是无 说老实话 就细数现行的话 我要尊重他 他看起来是无底洞 你听懂吗 我宁愿打个Nike出来 Nike知道吗 Nike的一半 N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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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waii Nike出来的时候 一个是英文一个台语 Nike要出来的时候 你再买 出不出来就可以买了 这边 我这边买 这边 Nike出来的时候 这Nike嘛 对不对 出来的时候 来去Hawaii 就来去买了 知道吗 好 知道吗 在呀 Nike 来去Hawaii OK 来 先跟大家 所以在这边出来的时候 Nike出来的时候 再买就好了 好不好 一个圆弧形出来了 打底完成 圆弧形出来了 打底完成的时候再买 知道吗 已经教学了 不要乱低接 手会软 除非是ETF ETF就可以着实交易 来 我这叫右侧交易 确定的时候再买 那ETF 台湾50呢 我那时候不是赔 不是先赔500万吗 最后1000多万吗 说老实话 我那时候一定有跟你讲 我至少讲了十几次了 哲哲要不是单分析师 不然台湾50我一直报 是的 有讲的请回答 有讲 有讲 那时候我台湾50 赚了1000多万总嘛 对不对 对啊 不要你啊 你大家会觉得你 你是我 我找的工徒生 找别人来讲 说有没有讲 你要回答一下 说哲哲有没有讲 好直接叫外资卖的这些行为 其实我都有讲 来 所以说我跟你 我放到台湾50 放到现在大概3000万 我少赚快2000万 那你觉得我当分析师 比较划算还是不划算 不划算 不划算 所以我真的不是为了钱而已 你不能说完全没有为了钱 那太夸张 那太恶心了 我不喜欢讲恶心的话 但是也为了钱 可是为了钱的成分 有些是什么 有些是一种像玩游戏 身份地位的象征 就我讲我投顾界最大的分 投顾界最大的 投顾就是摸我投顾 这就是会人数最多 这个我听起来很开心 就这样子而已 可是我真的不当分析师 可能限制还比较 限制还比较少 我可以讲更多 告诉你更多的秘密 秘心 好不好 只想说算了 有时候也不要 也是给大家彼此 不需要逼人太急 年轻的时候比较这样 现在还好 所以你点到即止就好了 我也不想讲那么多 来 我们来看看 这次有看到有什么 什么飞龙就业报告啊 台湾50基础调整啊 是不是 是 虽然飞龙就业到最后是8号了 我那时候有更正一下 好 台湾50基础调整吗到 然后美股失误日都有 今天怎么样 今天大波动啊 什么结算 富台磨台结算 明天呢 美股休失 所以明天外资不应该 大幅度买卖超哦 嗯 知道吗 嗯 所以跟你讲 富台磨台结算 所以今天波动很大 嗯 有没有过来前面 有 有啊 这这不失的话不忙好跑欸 这这不失的话不忙好跑 所以你去想看 等一下咱们的意思 你去想一下好不好 嗯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哲哲连一个形式力都给你 所以今天刚才我们看下留言 你刚才指的都会讲 来看一下 等一下啊 画面有吗 重新讨论 顺便看一下直播人数 看直播人数 好 4700人 越来越多 好不好 来啊 哦 来来来 有 什么演到4S8号 是什么 什么演到4S8号 是资源还是什么东西 好 来 我还是也在看整个节目 想要知道全台湾最大直播人数 总共是在想什么 哦 放弃去交三亿的先知哦 哦 所以演到4S8号 那你就买啊 更好啊 对啊 这有什么放弃 你讲一下公司 你看有讲哦 他就说有讲到 有没有 我刚才讲说有讲什么东西 哦对 我说我台湾50 如果放到 我说我舍不得放台湾50 我说不是 要不是只得单分析师 只得不会把台湾50除掉 嗯 所以你买ETF不是这样子 买ETF你记得一件事情 你要用定存 甚至终身定存的观念 什么意思 你就买了 长期 家里真的缺钱的 家里有意外有发生的 真的不得不卖 卖 你家里买房子 缺钱 卖 听懂 不然你就一直放 放一辈子 你就把它当作一个什么 银行的定存户头 记得我这个逻辑 以后 以后就会有人模仿我讲这些话 可你记得一定是郭总第一个讲的 一定是 我太多太多的梗 一堆台湾的分析师 不论是本土外资的分析师 投股的分析师 全部都在看我的节目 你要不要用定存观念去看他 嗯 你懂不懂 可是定存观念去看他 可是我要跟你讲 跟我刚才讲的一样 跟我刚才讲的提醒 可是 尽管会有提醒你 ETF是ETF 股票是股票 因为的确ETF风险比较高 可是如果你拉蠶来看的话 基本上 理论上 我讲理论上 逻辑上 ETF的胜率 或者整个的操作性 或者整个的那个 利滚利 绝对比定存好太多了 好不好 如果你是胆小 非常胆小的人 那你就买美债 美债不会倒 嗯 定存银行可能会倒 两个风险比较的话 银行倒的风险还比 美债倒的风险高 这是事实啊 美国会倒吗 不会 台积电倒的风险 还比美国倒的风险还高 我告诉你 你都敢买台积电的 不敢买美债 你看 美债只有汇率风险 跟价差风险 可是你如果是 就是我就发鼓励啊 有什么风险 没有啊 是不是 等到它降息再卖掉 那什么风险 是不是 讲清楚了好不好 好来来 有的讲的都有讲 哲哲说 那所以有些赏务来看清楚 有些赏务不认识我 我们看一下这些新闻 公安时报报导对不对 初期0050号赚千万对不对 对的 是不是 你看到这是 公安时报5月30号报导 有七八个新闻 十几个新闻在报导 然后这赚多少钱 1151万 哲哲在YT节目 郭忠在YT节目表示怎么样 0050获利出清 大赚1151万 并捐出部分获利给慈激 加福基金会等慈善团体 这则 真的预告在前面 是的 这则不是似后话 马后炮 我出掉了我就捐钱 捐钱完以后 我在跟你讲我其实不想出 我只要让你知道我有赚钱的能力 这是跟大家讲 而且我就是有 那时候就是有时候烦 想要专心 专心怎么样 带会员 真的有想到会员 现在919我也烦 其实才几十万而已 哲哲绝对赔得起 可是哲哲就烦 因为哲哲就追求完美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哲哲会私底下做股票 我做股票我一定很烦 我可以自己专心的做股票 可是我也没办法 就是边做股票 然后边带会员 然后边出货给会员 第一个我很不屑这种事 我已经良心绝对过一步去 然后第三个我会整天心情很烦 我又没那么在乎钱 我那在乎钱 我就买台湾50 时报我报 所以刚才网友都讲了 他们都见证 哲哲有讲 我不想出台湾50 有没有看到 都有讲 好不好 有讲 这跟大家讲好不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沿到4月28号 沿到4月28号 当然是一个小利空 如果神迹沿到4月28号 好不好 不要损慈忌吗 我没有损慈忌啊 我没有啊 我家人有些人是慈忌人 你在说什么 慈忌人在那个 慈忌新北市最大的在新町那边 我都知道 你都不知道 然后在那个健康路 是健康路交接路口那边是不是 那个小巨蛋下一站是什么站 那边有慈忌的那个啊 我为什么不知道 他华山那边也有慈忌的啊 你觉得我在损慈忌吗 没有啊 我比你还了解慈忌 我告诉你 慈忌活动我参加的比你还多 这样讲也知道 我算半个慈忌人啊 对不对 都知道地点 对啊 都知道哪些地点啊 东区那边也有啊 大据点我都知道 办活动都知道 善人要去台北演讲的话 大部分都是什么啊 大部分都是那个 去新店 去新店啊 什么堂 对 反正就是在医院附近啊 在那个慈忌医院附近隔壁而已啊 对啊 他都在那边演讲 如果要去的话 最大活动那边那边很大 对啊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对啊 南青山民站啊 对啊 南青山民站啊 那边有个慈忌的啊 对啊 在那个Body Shop的楼上啊 你都知道 好像16楼还是17楼 好细喔 哈哈 哈哈 好 所以你们看 你们都误会我 这个哪 日元可以买的 那个圆不是这个圆 日元随时都可以买啦 反正小钱啦 哎 我拜托我们不要讨论 讨论那个宗教好不好 只是你们不要误会我 真的 有没有辨职不辨职 这不是重点 好不好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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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做善事 可是你不要因为别人怎么样 你就不想做善事 嗯 那变成我们找理由了 你听懂吗 我不是在批评你 就像我讲过人生道理 好了 其实我小时候我也觉得说 我父母对我不公平啊 他可能对哥哥比较好 对姐姐比较好 可是我那时候只问我自己一件事情 重点是我父母会爱我 你知道很多人会 很多人会对父母不孝顺 他是因为他找理由 找借口 因为父母偏心 父母在怎么偏心 他对你还是对一般人好啊 这是重点 你听懂吗 但你想做这个重点的时候 你不想孝顺他 只是你在找理由的时候 那你当然就不想孝顺他 你听懂吗 重点是你父母本身 有没有对你很好 如果你的父母真的对你没有很好 那清官难道家务事 如果你只是因为批评 你的父母对你两个 对他其他姐妹 兄弟姐妹 谁比较好 谁比较好不好 说老实话 你只在找理由 你只在找理由 不想孝顺父母而已 但你想透这一切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该做什么事情了 那你要做上事 OK 你觉得谁变职的哪一家变职不变职 OK 可是我不喜欢这变的 你不做上事的理由 你可以找别家 那我觉得没问题啊 好不好 所以也是一样 我跟大家讲其实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样好不好 都是一样 当然你看今天也很多人在抱怨啊 怎么样啊 抱怨啊 吃豆腐不能吃豆腐 很痛苦 其实我跟你讲这就是人生 我这时候不是完美的 你听得懂吗 这时候不是完美的 所以当分之后压力是很大 那压力是很大 我只能六日就是说明讲嘛 可是我还是希望你就是看长线一点 幸好有AI 所以我就AI创作歌曲好不好 好 就跟大家讲 我想要再听第二次歌吗 今天大家有点闷啊 嗨一下 还好吗 还是还好 好 再听一次就好了 好不好 再听一次 心情开心一点点 来来来 再听完歌曲的时候 大家想一下 来 来吧 好 好 OK OK 大展 然后政达关羽台积 这些 他论论论很顺 好不好 这个安心波贵 重点是我们来看一下 鸿海集团的股票 好不好 是要开心的 点了 因为责的会人太多了 如果只要100档股票 你有一档股票大赔 惨了 留言区就会这些东西了 开始讲了 来 所以我现在很生气 我现在大概过年前 我做什么票买什么票都赚钱 有人还钱赚不过多 在底下留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是没看我做不顺的时候 是不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 来 614的华瀚 股价散涨超过6% 再创5年多新高 已经赚超过17% 当然现在反而是大鸿海比小鸿海强 因为今天鸿海的现行真的很漂亮 你知道吗 嗯 可是我跟你讲 就抱巴力而言 可能还是怎么样 小鸿海 还是小鸿海比较好一点 好不好 所以你要了解这些股票 谁要解这些股票 这是什么股票 比如说华瀚 你要去了解说今天还有谁 抢 还有谁 星云 来 那个 那时候 你有没有印象 我那时候有 为什么关于展厅板 来你看 你看我这个图 来 没有小鸿海图吗 是呀 帮我小鸿海图给我 没有 我那时候不是说 小鸿海那个点阅率吗 给你们吗 对不对 我不这样讲吗 不是点阅率 我那时候说 小鸿海的那个 就是图片 就是说 像复制鸿海走势 直律有三男股票 有两个我打信号 有 一个金顶 一个花旱 然后一档快4%的 就是什么 就是关于 没有错吧 有没有印象 有 有印象 对不对 那你看今天19 对吧 58真顶 19 19 48 49 58吧 助理打错字 幸好我还记得 你看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真顶 今天涨是涨真的 还是涨假的 但是有时候落后 扶展股会涨得比较强 可是你要了解原因 了解原因什么意思 如果今天很好 也不行了 这些股票可能就不行 所以你在买真顶 你在买关于 在买这些过程中 甚至我的 化汉人的过程中 你要先看鸿海 要把鸿海 设定为自选股的龙头 不然你不知道 你怎么做股票 你知道吗 好 那这些东西 谁要教你 所以我只是愿意教你 只有你成为会员的时候 我才能教你 是不是 父亲也是一样 好不好 这是相关的 鸿海集团这些股票 好不好 这个 不论对我 做一切一切 预告前面 那我当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要跟你讲 怎么搜寻 怎么拿到 三月份的一个 四月份的一个 怎么样 理财新资力 好不好 最后休息 你觉得哲哲很实在 哲哲好多预告 也预告到前面 我欢迎怎么样 来电查询 108668085 或加尔赖私讯我 不论对我说 一切一切预告前面 等一下有更多 标股的故事 要告诉你 我们的发财力 可以说是赚钱的秘密 那么 接下来四月份的发财力 到底要怎么样领取呢 有请投资长 有什么暗号吗 今天我们给大家暗号 好不好 因为上次我给他暗号 就是说 哲哲我要发财 我要发财力 这是一样 请你在底下留言的时候 加毛 哲哲我要发财 我要发财力 来我跟你去听一下 来 因为这个发财力 这比较好 来来 来看一下 哲哲我要发财 我要发财力 来来 外资款到投信 结 不要说我没说过 我讲在前面 有 就是 这个就被外资吃到豆腐 不然豆腐军一定可以 豆腐军理论上是可以赚到钱 好不好 来 哲哲怎样 来 我要发财 哲哲我要发财 我要发财力 好不好 哲哲我要发财力 OK吗 OK 哲哲我要发财力 谢谢一下好不好 对不对 好 也可以 这个更好 哲哲我要发财力更好 用这个为主好不好 肉依环好不好 樊杰姐你好 好不好 来 所以哲哲我要发财 我要发财力 留言完以后 也要留言完 到我们检查 我们就抽查 那检查完以后 你再加我LINE 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样 助理 说我们要那个4月份电子胆 OK吗 OK 4月份电子胆就送你了 好不好 就跟大家讲了 4月份电子胆 马上请大家来想一下 好不好 开箱到资源两个字 通过也封锁 不用了 不用 不用这样子 我不是这种人 你是资源没关系 你不要酸我就好 对 你资源没关系 只是说 这个都有展有跌 一定人生 你能接受有赚有赔 你能接受你人生有些失去了 你才能赚到钱 好不好 赶快洗版洗版的 你看哲哲的威力 好不好 你看你要不要找第一名的分析师 你看 就这么多人想要我们的发财力 真的厉害了 那 他们就认为哲哲可以让他发财 赶快要留言完以后 然后再加我们LINE 或者你本身已经加LINE 直接私讯我们的服务人员 好不好 然后女服务人就联络你了 好不好 对吧 不单身赚更多没有错 是的 我赚三千万了 这个都OK 你自己算一下嘛 是不是 有没有看到这么多人 嘿嘿嘿 谢谢对了肉依环 对啊 扯扯老公帅 哇阿威哦 你是男生女生 随便的随便的 我都爱你们好不好 嗯 来 来 什么精彩 精彩 精彩怎么样 不要洗板 你问一次就好了 而且就打错字 再这样乱就把它封锁 对啊 这样这个问法就不喜欢了 然后就欠你要故意一定要洗板 好不好 OK吗 哦 你看这个你看第二次了 那个助理把它 搞定一下 怎么看 怎么看我不讲过了吗 有什么怎么看的 奇怪 多说 多说没有用啊 怎么看我前几天不就讲 我上礼拜不就讲了吗 是啊 这个你觉得外资怎么知道今天刚好要大买 这个就算了 这个要看 你要看股票嘛 如果他大卖2307亿 又是就是今天什么 今天怎么样 今天那个 00940啊 00940怎么样 成分股里面大买的 那就好玩了 都知道消息一样 是不是 这跟大家讲 我不多说 多说变成像得罪人 但不要好不好 好 来啊 然后 我觉得 我 我看一下 我请助理资金算一下 明天要至少买几亿啊 嗯 明天可能至少要买八百 七八百亿以上哦 哇 那明天买七八百亿 你看到外资如果 不多啦 卖600亿怎么办 600亿的时尚钱大哦 那这个 问题就 就大了 有戏哦 就很多有问题啊 好不好 我没有要干嘛 只是分析师 好不好 就这样子 明天应该蛮高纪律的 不要说我没说 明天应该会玩得高纪律的 先跟你讲 外资投信应该明天 至少投信明天大买 然后我不希望发现 明天外资也大卖 明天投信应该要大买 大概七八百亿 我不希望明天外资大卖 怎么样 五百亿以上 OK吗 因为五百亿就不是正常情况了 两个都不是正常情况 好不好 OK吗 OK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好恐怖 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嗯 就这样 接起来 所以你要找一个真的看得懂股市 谁愿意在你这边 然后谁真的愿意讲良心话 要么我就不讲 嗯 像我今天要讲不讲的 听得懂 我觉得算了 然后如果 就感觉我会变很多 想讲的话不能讲 也蛮痛苦的 还在心里 随便啦 因为这个人就是属于 有话就直接讲了 有时候有些东西 我看不惯就直接讲 可是我至少 我不会讲出来的话 我不会去骗你 要么我就不讲 对 就这样子 要么我就不讲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红彩集团 欢迎喜欢未来 当然有机会拉拉 欢迎待会儿会拉 好不好 欢迎待会儿会拉 所以这红海 那这个呢 嗯 伟创 这伟创 这伟创也是一样 这个也拉起来了 那欢迎跟伟创 那没有关系 那伟创怎么看 我说过AI不死 难道我要再听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我的音乐吗 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都会尽量每天 创作音乐给你听 好不好 好 那你就知道我是 AI界的周杰伦 嗯 好不好 股世界周杰伦 周杰伦 好不好 这惨的 刚才不是周杰伦 刚才那首歌很像周杰伦唱歌吗 是啊 很像他的声音 好了 好啦 那我跟你讲啦 就像比如说你说中美金或群光药 一跌又拉起来了 嗯 940成分股就是这样子 919成分股这样 叠伸就会拉起来了 懂我意思吗 好 懂我 然后那这个见准怎么看 见准应该拉的 因为他是 他怎么样 是鸿海集团的 你知道吗 嗯 所以鸿海集团 是泛鸿海集团的 嗯 所以他拉的过程 他还是有机会在船新高 因为毕竟老大长是这样子 嗯 没必要老二老三叠 好不好 这慢慢跟你讲这些东西 哦 那神奇怎么看 就像讲的一叠叠下去了 还是有机会拉起来 为什么叠伦生怎么样 殖利率怎么样 殖利跌的话 殖利率越高 哦 对 你直接告诉我答案就好 哦 叠越深的话 殖利率怎么样 越高 越高嘛 那 那 ETF就会怎么样 就会涨 ETF就会涨 ETF跌 ETF就会买 ETF就会买 买了以后他就会拉起来 对 我跳到后背去了 那ETF就会涨 嗯 OK 好 讲清楚一点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这些股票 我看一下今天要什么留言 几分呢 哦今天很多人要发财力哦 好不好 嗯 锁一根谁会锁一根 不会锁了啦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他现在问题是他本来可以斩 然后没有斩 他现在的麦鸭是丝化性麦鸭 很多豆腐 很多豆腐菌吃不到豆腐 变怎么样 做多不成 怎么样 反杀多 然后变豆腐菌 人人采豆腐 你看豆腐全部采下去怎么样 碎烂掉了 现在变这样碎豆腐 你懂不懂 好不好 哦 这跟大家讲嘛 明天上下幅度更大 我就说啦 我认为我预期明天是一个外投性 超过七百亿 外资可能卖超过四五百亿的一天 好不好 预期 那等等 不定准 请明天看 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 不要多说了 不要多说你们不要再 不要再害我了 一堆人套了一下 哀叫 不要再骂人家 可是是真的不适合做股票 真的不要紧张 好不好 不适合做股票 不是叮你 而是这样的心情 你会不开心 哲哲 我说过 哲哲不买股票 原因是因为知道 我第一个 我知道联系过去不去 第二个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分心做事情 嗯 你知道吗 这两个都很重要 但联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不做股票 那我会觉得 没有办法分心做事情 我会变得 我很专心做股票 可是到最后 我什么时候做不好 因为还是心情烦 因为我追求完美 嗯 就跟大家讲 懂 谢谢哲哲我有发财力 你有留言吗 有要留到赖咯 好不好 真的拿到发财力 好不好 这一次把机会留给别人 不必留啊 你还是可以要啊 都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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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再跟他们要一下 今天怎么看 为什么刚才精彩同一个人 我看一下精彩 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应该 就还好啊 就一个打底的过程 好不好 股票是这样子 他其实有时候 就像红海被人骂了两三年了 到这次喷出去 喷得你不要不要的 嗯 好不好你要做的事 是说跌的时候 你不要特别难过 展的时候平常心 红海我们叫你出掉 没有 我说我没有进展算了 可是我没叫你出掉 没有 是不是 我没有完全没叫你出掉 我那时候怎么说 红海怎么说 我从头到尾都十字线 嗯 记得红海十字线破了就一定要走 答应我打勾勾 打勾勾 有红海等要打勾勾 好不好 十字线在这边 我要给你价钱 多少 142元 嗯 十字线跌破一定要走 那你不是说 十字线差那么多十几块 不会他会上去 他都会盘整 然后上去破掉就走 不要问我 好不好 好 不要问我 我已经送标股给你了 告诉你了 送到外面叫你出哦 就告诉你来看一下 哦这个 我要讲这些东西 所以明天一样 那我看豆腐军团现在自相残杀 大家吃到有吃不到自相残杀 残杀完毕以后 冷静的人怎么样 回归下去了 他继续持有这些股票 他不会杀 股票杀不动就会涨 这废话还是实话哦 然后明天又变成投信外资大乱动 一个大买一个大卖 很有可能的情况之下 那变成怎么样 为什么说很有可能 因为如果 因为看今天投信买卖超 跟外资买的时候就知道 那我不是时候话 我跟你讲 我不是时候话 反正很多人喜欢看我的节目 就知道我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有些话我就不多说了 我只是告诉大家 这只而你们产卧的权益 我一定会用尽我的生命 来尽量帮大家 维护大家 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能赚到钱 好不好 我真的希望能赚到钱 可是有时候赚钱 真的不是一处可及的 真的 你得要相信我 好不好 我多多听听歌 多多相信 泽泽 那你说老实话 其实泽泽今天 搞得好像 好像如上烤笔一样 这什么意思 明明就是怎么样 今天怎么样 新云怎么样赚几% 你告诉我 是的 新云已经赚超过52% 好 重新来两次 今天的简讯 3月28号 恭喜3583 新云股价表现不错 再赚历时新高 已经大赚超过52% 手上持股 获利虚报 三次获利虚报 来 还有呢 还有 今天的简讯 3月28号 恭喜小鸿海6414 华瀚 股价上涨超过6% 再创5年多新高 已经赚超过17% 手上持股 获利虚报 双持股获利虚报 注意一下 双持股获利虚报 所以不论对我错 做我一切一切预告前面 去想看人家 想看分析师 外资的想法 我都知道了 很多行为 我都知道了 所以你要找一个真的看透一切的分析师 那真的想要帮助你的分析师 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 你真的觉得 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不论是逻辑性 或者是 idea 想梗 或者说 真的节目 这些标股 真的抓到 赚一大把 真是鸿海的趋势 就告诉你 那你认同我 欢迎来电 下行 08066 808 我 加我 加我什么 加我们line 私讯我 记得 今天要留言说 哲哲我要发财 我要发财力以后 再加line 告诉提醒怎么样 一样要留言 再留一次 先在我们的留言区 里面留言 底下留言区留言 欢迎 再加我们line 再告诉 再有什么通关命 就是哲哲我要发财 我要发财力 留第二次 就可以拿到我们 4月份的发财力了 不管怎么样 我预祝各位能够 赚大钱 谢谢各位 投资长看得到我们看不见的未来 如果你们也想要跟我们一起获利的话 电话赶紧拨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还有赶快到light上面留言 你要发财力吧 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注意哦 最近诈骗盛行哦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外都不是哦 line 小组 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178 注意哦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偷偷都假冒 只有这三个账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